早有逆言者 林景晴 听书看戏劝人芳 三条大道走中央 山河道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往台上一站啊 说几句定场诗 说完定场诗 咱们就接着说咱们这正段 叫小语 书接前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啊 白眼门徐良山西大远 一个人大闹金凤凌准提示 徐良浑身是大纳 真有本事 一个人学习了 怎样 那可太有本事 毕竟也是人 也走累了 在山神庙里头 借宿一宿 无意中碰见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呢 穿了一身 吊丝骨的衣服 干嘛呀 装鬼下肤过往的行人 下肤别人行 你想下肤徐良 那能下肤得住啊 山西岸把他识破 把这人赶跑 不意当之 得了一身 吊丝骨的衣服 徐良挺高兴 说 这身衣服 我要是有 穿上以后 将来抓拆办案了 那可省得我的大事儿啊 其实啊 徐良这是多余 怎么呢 咱们前面读书说过 徐良这个掌心 活像的吊丝骨 太难看了 往日一战 三分不向人 七分倒向嘴 这张大人的好家伙 死未未未 面无死阳干 三脚眼 眼角往下大了 啊 嘴角 把他翘翘 刺着俩手骨夹 还用勾鼻子 耳朵挺筋儿 往上滴滴的 脸到刷白刷白的白眼眉 天生有白眼眉 咱也不知道这是 转基因没转好啊 还是徐庆跟他媳妇 当初生徐良的时候吃什么不干净东西来 个儿挺高 上半身短 下半身长 两条大长腿 两条长胳膊 还是溜肩板 往上一战 真像的吊丝骨 再穿上这套衣服 好家伙 穿好了之后 徐良挺灰心 啊 心想这么晚了 我得带这个庙里好好地歇一歇 哎呀 穿上这身吊丝棍的衣服 反正这个深山老林 或庙里呀 也不会有人来 啊 我真穿上 也没什么 徐良这人好灰心 穿好了之后 旁边妙子一靠 妙门一关 睡了 刚睡着 徐良猛的丁就醒了 怎么呢 练武之人睡觉 按现代话说 这属于什么呀 直列病 他不能睡个特别的辞职 啊 真睡沉喽 退也退不行 万一这来人当于杀了 怎么办呢 多少有提高的能挤踢 咱们 真男友怎么能见听见前面 哗哗哗哗 脚料的声音 啊 嗯 徐良猛的声音 徐良猛怎么回事啊 徐良猛的声音 怎么还能有脚料的声音呢 谁探个料来啊 别在阴间黑白云长征来的咋 徐良猛的担心 顺着门缝把他一看 就看永远而尽 走来三个人 李强这三个人啊 两名借差压着一个犯人 一看这两个借差 一个大高贝 一个是一个挫胖子 大高贝这位 肩堪水火棍 挫胖子 挫着腰高 一看在他们墙边有一个犯人 烹头不够面 身上这个衣服啊 十分的破旧 戴着手铐脚料 这儿带着行家 一股三楼滑了 这么只想 一瞧这两个借差 时不时的还拿冰子烘的 是吧 快走快走快走 哎呀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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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这有吗 前面这位公子是安琼啊 二位借差男人啊 咱们歇息再走吧 我这腿实在是横着厉害的 嘿嘿嘿 你瞧瞧啊 你这腿横着厉害 我们俩死 嗯 我们俩也是人知道吗 跟你到这儿来 重新发配 别敢压着你走 我们也是拿腿走 你不做挨了几十把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这腿也疼 让你这速度 咱什么时候能到河北 苍州啊 啊 赶紧走赶紧走 哎呀 二位相差大人啊 我请求你们了 让我歇歇再走吧 哼 我说啊 兄弟 你干啥非要歇着啊 这事怎么办呢 好了 歇歇就歇一下吧 咱也走累了 我说啊 公子 你就靠这树枝歇会儿 我们也传不清 不能歇得时间太长啊 啊 赶紧赶紧歇着吧 公子往那大树枝一靠 闭着眼睛 雅切钗子瞧着他 这我徐良呢 在神神妙里头 心里不是自然 心想人这一辈子啊 最宝贵的是什么呀 就是自然观 你看那个公子 相貌堂堂 很有文采 但是现在 落得了不自由 让这雅切钗子们输 你说我徐良自由吗 我也不自然 想当初原来生在陆林的时候 我是很自由的一个人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去哪去哪 现在可倒好 奉了圣旨 捉拿盗宝之贼 来一群花剑飞 掀齐多少多少日 我得把盗宝贼人给拿住 如果拿不住的话 不但包大人受了连累 开公府的老少爷们儿 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 看来我徐良 跟这个饭人 也差不了多少啊 山西宴心里头 不是夫人 这个 徐良就看这样的借差在这边 两个人生了个手势 那个意思 咱是啥 行吗 而乍起神来 来了公子跟前 公子 是公子 公子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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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了这么两下 这位石公子走的也是太累了 往大树边一靠啊 真着眼 这一推 啊 啊 这就能走啊 哈哈哈哈 石公子 走 是不着急呀 哎 多香了呗 才能再歇会儿啊 歇会儿也不忙 我瞒你说 今天 此时此地 恐怕你性命 修你呀 你过来看 说声你来看 你过来看 你过来看 咱咱咱咱 咱咱咱 咱咱咱 撑出来 甚至 我们两个人也知道 背屈寒昏 但是能用什么八字发言 谁让你得罪了太岁爷呢 谁让你娶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媳妇呢 哈哈哈哈 俗话说的好 宠妻尽地家中宝 美梦的家人招来货呀 你说你娶这么漂亮的媳妇 不给你自己招待我货吗 嗯 人家东方元的爷说了 让我们找一个背景的地方 要你的小面 你说你现在真要是到了苍州 你也是死 要在这儿 你也是死 何必这一路上受到颠簸之谷呢 呵呵呵呵 实不则 但我阎邦邦邦邦 你把这个炸 都系在东方元外身上 你可别能阎邦邦邦邦邦是我们俩人 害死你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要是不杀你 我们回去没法交差呀 你这脑子不落地 我们俩子脑子就得落地了 呵呵呵 狗子爷 得罪了 什么是得罪啊 这俩人可是真狠啊 敢当一局 赵公子 就要下棋入手 这会儿 这位姓石亨子 带了喊了一声 去吧 啊 干嘛呀 哈 走来如此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呀 二位上差 临此之前 我请求你们 让我说几句话行吗 呵 四道零头 你还要说什么呀 啊 哥哥 让他说吧 说说说说 哎呀 咱也听见他说什么 这会儿就看见这姨子站起身来 冲着来的方向 双膝棍 邦邦邦磕了三个响头 磕完喉之后 抬起头来 仰声尝他 娘啊 娘啊 说声娘啊 眼了呢 就沉住了 娘啊 俗话说得好 仰儿放肺老啊 不小儿时俊 先走一步了 我不能尸风一颗 说的话又磕了几个头 磕完头之后 站起身来 又冲着开封府的方向 故意到 艾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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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兄弟啊 三个虚良 小弟 石俊 先走一步了 说得好 这鸭子 他就是 无法 俩借差拿着刀 就这么听 俩借差有点反应 但是 妙语虚良 没有力下 啊 啊 新宿这鸭子是谁啊 临死之前 报艾虎的名字 报我的名字 徐良扮了门风一瞧 仔仔细细 扇上下下看了半天 徐良那么老子 非常好 记忆力也很清晰 但是这个公子 我怎么就追尘了什么 他到底是谁呢 他识过了 他叫石俊 石俊是谁 徐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这会儿就看公子站起身来 唉 二队上柴呀 我该说的 我都说了 你们就 撒 说完 打眼一闭 瞳一闭 就等着IJ一刀知道 两个街开乐了 但是 你说 说这么多废话 还有什么用 嗯 跟你老娘搞得别 跟什么爱你 徐良还搞得别 他们能救你吗 啊 老娘到你那儿 好好报到你爸 你放心 我们的手会儿快点儿 往正不让你受罪 刚刚一去 这俩小子可真不合 往前进身 就是 撒 刀下 这回徐良 在面前看 先说这回我要说再不出去的话 恐怕这公子就扔头落地了 怎么办 我得出去 我得出去 徐良生发他太快了 你抬个脚 啊 这门 哭 他就飞了 飞飞之后 再看山西岸 把电路就跳出来 您可别忘了 您可别忘了 徐良穿的这身夜行骨 吊死骨的衣服 往外这些村 而且徐良有头头有人 啊 不是说话 每次一露面 啊 看山西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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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脖子后出来走着嘎哩 啊 深山倒边啊 这孩子不妙 嗷嗷这一蹦出来 三人吓坏 俩也在一看 啊 俩吓死了 都没等徐良伸手 直接吓死了 徐良过得一看 这公子石晋 石晋比他强 没吓死 下鱼子 啊 石公子 石公子 石公子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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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人风晃 身子晃有脑的 把胳膊撅大 给徐良忙活了半天 这位公子醒了 啊 一看徐良 又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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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良心想 啊 你瞧什么事 这身衣服还没有脱呢 他看又吓坏了 啊 这脱下来 这只点私物衣服脱下来 装到包里 赶紧接着晃了 啊 公子醒来 公子醒来 这就晃了 公子醒来 你看徐良 哈哈哈哈 徐良心想 这就没办法了 啊 我不能做美农去了 我也不能去趟韩国 行 哪都来不及了 我就长了 那吊死鬼 一样 这怎么办呢 啊 公子醒来 哎呀 看徐良 浑身之咄嗦 你是谁呀 公子 你是不是姓石 你叫石俊 好我就是石俊 你是谁呀 啊 我恨你 你刚才 你死的时候 你喊谁的名字了 我喊我兄弟爱护的名字了 怎么说你认得爱护 我认得呀 你还喊谁的名字了 还有我三个徐良啊 啊 你看看我是谁呀 这公子看着徐良 你是吊死鬼啊 哈哈哈 你俩长得多像人模样啊 啊 你好好看看 有这么漂亮的吊死鬼吗 哈哈哈 啊你知道你三个徐良外号 知道什么吗 山西大雁 白眼梅雪 啊 你看看我这个美国是什么事儿 这会儿这位公子 顶惊一看 呀 帅白帅的白眼梅呀 不是男的吗 哦 那是美国的吗 男人都能干白事儿的呀 我就是你三个徐良啊 哎呀 三个 公子也是放声痛哭啊 怎么回事儿呢 徐良被一问才知道 感情这个石俊的父亲 当初是长沙太守姓石 叫石一畅 当初艾虎倒是来抓穿办案了 结果让人陷害 要没有石俊的父亲从中中选的话 艾虎就死了 啊 跟这个石俊一聊 哎呦 俩人聊的那个同机呀 你别看艾虎是练瞎子 别看这个石公子啊 是一个文生 但是俩人聊到一块儿 性格脾气 都非常的香香 俠汉一搭 都有一副俠语心肠 两个人越聊越同机 怎么办 八败结交 年土为雾 叉草为香 一续年龄 艾虎比人家小那么一点儿 小不太多 小一点儿 这一回聊的时候 我就更近乎了 哎呦 你们说了 开工工有谁有谁 要说跟我关系最好的 那就是我三哥白眼没徐良 他说我听说过徐良啊 把徐良的这些事情一说 打字起这个姑子石俊 印象里边就记住了徐良 而且对徐良那是非常的崇拜 后来石俊的父亲辞官不作 岁腹也大 一命无辜 石俊呢 娶了个媳妇儿 这个人姓金 名字书上也没写 原本叫金母蛋 这个名字 错了 母的官 多漂亮 你要像金鞋子 金刺裙 金刺裙 韩木强 金母的确实是漂亮 而且别看长得漂亮 维恩特别的贤惠 也是琴琴俗话样样精通 那真是财女呀 两三个儿在一块儿聊得特别好 这一天呢 石俊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去给父亲扫墓上门 早才办不到 出事了 就看你打前面了 没个这么诱人呐 为首是一体干红大马 大白马 哪个球上蹲坐着一个人 咯 一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凶的 雪喷脸 雪喷脸面如喷血一样 大圆脸喷血喊一口红彩 喷你脸上 这种状态 大眼睛粗眉了 大鼻子大嘴嘴咧着 他这大嘴 有一白号 叫气死姚臣呢 哈哈哈哈 从这儿开始往后里 千万别张嘴 一张嘴 脑袋能掉头 打到这种程度 我们俩都带着个大嘴 丸子又忘了 大嘴之响 太岁方是个什么兵 是一个大政兵 这个人就是太岁方的头 有一个外套叫福帝太岁 父姓东方丹子明 东方明有能的 那是江湖之上 一提起来 东方明福帝太岁赫赫永明 扎中这种大砍刀 你别看史长家伙 那在部下也是半个敌 会武术 你说你除暴安良多好啊 他不见 这个人那是色中的恶毒 挖出一个魔法 这一辈子最大的兴趣就是女人 女人是第一 金钱是第二 爹是堂三 你这不是好命吗 哎呀 朱子溜达 本性都怕了呀 说一看他过来 赶紧家家门 家家门门 小媳妇看见他 死了弄一条 也带着这位 十字十公子倒门呀 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原来要是以仗个父亲 那还可以 但是父亲不在 也辞官不作呢 普通的老百姓 白金儿子 你说普通人 娶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那给自己招宰夺货呀 说相当的 就不易招票的媳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我演出啊 嗯 我这样呢 中间没事 学啊 澳洲啊 哈哈哈哈 啊 带着人呢 嗯 嗯 嗯 弄点草子 啊 没事全国溜达溜达 啊 找到一天仙 啊 好家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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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气死李延 找那么一个多加了一刀 不放弃了 又聊了一刀 又聊了一刀 又来一刀 多加了 啊 哪个叫阿达伯乐 哈哈哈哈 我已经早都不需要了 哎呀 那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说家门就找什么样了 我跟自己聊到一半了 找一个唱语曲的 哈哈哈哈 很细的 不语言 你说家门就 啊 尤其过去廖地的老艺人 你非找一个城管当媳妇 你找宝梅 我没事抄你 所以说 这种不同人 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哎呀 那个静母呢 哪个漂亮的作为 异想智能呀 啊 必然想去啊 一心目中 什么样的女人最美 她就什么样的 要母样有母样 要身材有身材 什么叫碧月心花 那叫沉落呀 嗯 而且有一种 承识的女人文感 按现在话 什么叫女人味 这女人最美的地方 就是有味道 男人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也是有味道 这个极不单长得太漂亮了 但是这个味道不是 大多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种气质 自身的修养 学识 啊 素养 性虚爱好 都得夹到一块 才会有这种吸引人的味道 你叉而乱的 基本上没有有味道 桌巷上的百分之九十九也没有 啊 没什么呢 靠抓人靠拼 靠拼 那个京剧眼轮有味道的多 啊 就说明这两个历史层次有所区别 这个京剧叫国粹都在这个地方 人家的素养都是比相声的 人家的高度多 最起码历史他得懂啊 我取义里干 什么航班最有味道啊 那就是说书的先生 李云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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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高兴的 你想说你云洁乃废了 哈哈哈哈 好家伙太可乐了 职贡太郎 您是玩啊 多喝民啊 点赞 吩脾兜了 shirts 不要说人真吐吐 所以说这个这个金五蛋 驾爬的 你想他往这一走 哦,这个东方明那能看得上,牙猪子都会蹦出来了,哈拉都流出来了,催了,出来玩儿遛马来了,没想到这种燕鱼,反正这种燕鱼也得女的看得上,你这才叫燕鱼,她是属于单相思,起码,马都爬不过去了。 回头一看,来四家,还有五一百,翻成下巴,摘下这种大头,就在屋子和金屋的感觉,把先刷一趟刀,这是一种显示,我真的能为,男子汉,刀法,笑着, 然后演人这个号双,把来来看,头一排,我美女,飘到五官司,哭,算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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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了气了,开场马赫飞了都,扔起来,打后接,干嘛展示一下,让你看看我,小伙优秀,艺术也高。 小伙优秀,哪叫轮底根,什么叫占便宜,什么可乐说什么,我多贫,跟我在一块多开心呗。 男人都好贫,那边我们上学的时候,同班生要日票,骑自营车到人,跟前,来打仨打。 哼,在车上玩点特技,把这姑娘瞧出来,我是操场上打篮球,看隔壁班里,有几个女生漂亮的人在那儿看,说哼,小子们在篮球场上出到上篮,扣篮三分球,你甭管进不进,他再展示一下。 男人好贫,在漂亮的姑娘面前展示自己。这个东方明你,你别看他是个地皮吗? 岁数那比金武的大得太多了,但是他也要展示一下,我是练架子。帮你耍,金武的都耍了。 旁边是石公子,什么意思啊?截道的。要真是截道的就好了,截鞋味儿。 瞧!说什么瞧,后边的大手那手明白,知道主人是什么脾气。 出来,我们这爷看见少海姑娘了,拦不住,杀了,一下就给围上。 死门都已镇压,就把石公子还有金武的围在当中。 这个时候再傻的人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石公子,石郡特别是个奔弱书生啊。 你说练国,连腿都踢不起来呀。 但是他得保护自己的媳妇,过来拦着。 那能拦的人,然而兵,安古斯一顿臭奏,愣把这个金武的给抢走了。 石公子,不服啊,到了南阳府去打官司。 上岗,没想到,官官相走。 人家,东方明,那是当地的大财物,当地的一霸。 那跟官府,高大灵魂,没事儿竞速抢抢。 你要想在当地成为一霸,你跟当地的衙门都搞好关系,那是不行的。 想在天桥开园子,你不跟局委会搞好关系,你不跟交通队搞好关系,那你车厅门口不竟然是天桥吗? 所以说都不容易。 没想到,这个衙门还很暗。 从古至今,官都是其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这样。 打十寸,四十大喊。 说你报告,诬陷好人,有证据吗? 有证据啊,把我媳妇给抢走了,就在他府里。 哎呀,那我们也不能到人家府里搜啊。 哦,东方约被那些大折门,能说去就去吗? 看你这乌影啊! 打!四十万子,问了个充军发配。 河北苍中,这一路之善,省老的罪了。 东方明心想,甭管干什么事儿,必须得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这是对的,你不能给自己留后患。 你看那可怜可放的一把,他还起来也可能倒霉了。 张草除根本身太狠了。 给了两个借差钱,找什么地方儿,人间稀少之处。 把他脑袋给我提来,完事儿,我还给你们银子。 那能不干吗? 那个时候借差,杀犯人,冲军发配。 这一路之善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湖转林,冲怎么呀?松怎么呀? 半路上不差点丢个性命吗? 这就是一把的金箍。 施工资把这些金箍一说,哭着说的。 再喊徐良气了呀。 每一把都立起来了。 白白吃饭。 那你多麻烦你求求的,还占不肥刀子。 还有这种事情,正要是在开中复,他就完了,简直是。 阿玛兄弟,你就放心吧。 这个事儿我管到地了,我先把你送回家去。 然后,我去采训方,阿玛把我弟妹给救出来。 你这个腿,他想抱着。 三哥呀,你手累了。 虚然背着他,到家了。 白天不敢进村子,擦了他呀。 大街上没什么人了,这才激情。 为什么呢? 现在,这位食品子冲军发队,那是犯人呐。 你不能大白天,老大也大改进来。 见了铃铛花,你怎么一直回来的? 没有。 啪啪一敲门,只有牛门分左右。 老太太出来,食俊的母亲呢。 老太太这些天净哭了。 今天没想到儿子站到面前, 老太太就没事做梦一样。 你怎么回来的? 是他救的吗? 拿手一指徐梁老太。 这要不是徐梁把儿子救回来,老太太就摸过去了。 那徐梁,谁见谁害怕? 这是惊动阴间啊。 三哥徐梁啊,怎么怎么回事。 讲述了一遍。 徐梁说,老人家,你放心。 我现在就感到太随风了。 我今天晚上就闹一闹他。 你放心,我肯定帮我弟妹你带回来。 全虚全影的带回来。 要活的。 什么的也是全虚全影啊。 这是活的。 放心,你太诽谐了。 徐梁,一眼太,太信奉。 打听好了在哪儿? 老太太说,持工资给补充怎么怎么都很近。 眨眼之间就闹。 这个时候大街上也没什么人了。 徐梁也打听好了,东方死宅在哪儿。 一看别的地方,人家都黑了,都关门闭户。 唯独他们家,喝灯求火把照顾不住一样。 宣看,那真儿子,真是有钱人家。 门前上下马石,左右一列。 上马石下马石双马的桩子, 上大红灯,写着东方红。 里边有一层蓝灯, 蓝灯上坐着三个打手, 产生了五位八分的五数包, 一个个山善的往这儿移坐, 轻松滑的五分一百二十分的寒。 胆小的蜘蛛一股浑身是哆嗦。 徐梁看一看,甭文说人是恶罢呀。 今天我为你把这儿给端了一盒。 不走前后,绕往后边。 一看后边没准, 分身上盒。 宣伸他可太快了。 上了马,往下一看, 是一个小花园。 七花一草栽种的, 一条院里头小狮子多。 徐梁怕人一边有埋伏。 你那徐梁知道, 凡是这种人, 那都是陆林江阳大道啊。 萧续埋伏不在画下, 伸手勇打回来, 掏出一块墨绿飞红石, 也叫笨鹿石。 嘎嘎, 往下去扔, 一圈身影, 它, 地是石的, 而且没有搞交, 说明后花园里头没有要走。 这徐梁笑着来走, 汪汪的叫, 那不就麻烦了吗? 徐梁这个人非常的细心, 把下一步。 心想, 我得先把我这个异媚给清楚, 可是我对你在哪呢? 谁知道, 他们福利的人知道, 我得先逮一个, 来护我们一分。 可是我逮谁呢? 这个花园里他也没有人呢? 我从来, 正着急的, 就觉得后边有人说话, 诶, 我说, 顺着声音一看, 由魂而进, 来了两个小鸭子, 徐梁赶紧藏到甲山石后边, 就看这两个小鸭子, 一边走一边说, 你说人家, 人家有战争, 咱们别快把人抢回来干嘛呢, 这事你别管, 这是上下事, 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看上去, 徐梁一直就知道, 说的是金母的, 山西现在就跟着他, 徐梁的身份, 那太新了, 徐梁后跟着, 这俩丫子跟着, 查评不到, 还别说两个小丫子, 就是成名的侠倩客, 徐梁要跟着, 也不能查评, 刚来跟曲跟的后卧, 一条西块卧这儿, 正把五十节飞扇, 正当中这间屋子里边, 灯, 穷火把照五花照, 两个小丫子推门进来, 徐梁在外面, 往里一看, 过去, 挺过去, 大床, 各个家伙, 床上捆着一个女人, 一条这个女的呀, 穿着很苦, 那是满脸的泪痕, 拿什么泪, 一条旁边还有一个老妈子, 这个老妈子, 一个很胖的胖的女人, 满脸红肉, 手里, 拿着鞋鞭子, 两个小丫子进来, 郭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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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角四周成岸颤的 哪个姑娘善感都不同意 你这天降的福分啊 你怎么死活就不同意呢 嗯 我就娜娜这个妹儿 这又是元朗一看什么 我太高兴了 简直是 这不同意是吧 元朗也可说了 平边的伺候 我再问问你 这牡丹 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你别装了 你那里来的石郡 恐怕这份脑袋都关家了 啊 你们把他走了 怎么了 那大女说吧 借财就把他杀了 说他元朗也使钱了 同意不同意 你杀了我 我也不从 你这一句话 徐良凤派 这帝妹我得救啊 这好你说 嘎 爷们死了不是同意了 徐良都不管了 八流 女中豪杰 金国英雄 我非得救不可 好 这鞭子要真抽下去 那金虎呢就飞了 鞭子举起来 放下就落 旁边两只小丫子抱着肩膀 瞧着 这一回徐良 啪 把他弄出来 这鞭子举到半空中厚头 大门一飞 回头一看 正看 徐良 徐良可没穿掉祖国的衣服 本色出现 本色出现 那也受不了了 这老妈子吓着 你是谁 徐良奔奔奔过来 你管我是谁呢 我是阴间来的 我知道你不作非为 原来老婆让我来抓你们 你们都给我趴下 这不怨我们呢 原本爷俩我们这么干的 你要逮你逮你 原本爷俩 你别逮我们呢 真是这个样子 你家什么 他都管他叫郭妈 你他最下手 你们俩一个一个丫头靠 我把这郭妈的最下手 你俩小丫头 上头一个上头一个 别多半 就让他床上有两床背 大后面背 拿过来就走 把他一盖 把这仨人就算给盖上 转身过来到金武的这儿 拿到一条绳子开 金武的早下已经遇过去了 那徐良太麻烦了 你不能像救石俊一样 瞎人都进头 胳膊大腿那不行啊 男女受受不侵 旁边有个小故事 拿这故事猪来 反正请费镜给救醒了 哎呀 你是谁呀 徐良把这金国一说 我是白眼眉徐良 你爷们让我来救你 你跟我走 哎呀 金武的一听 眼睛都下来了 以为死定了 没想到 死糊涂了 看见希望 我怎么跟你走 你俩来发愁 那怎么走吧 背一张 男女受受不侵呢 哎呀 阿弟妹啊 按说我得背这么多 可是男女受受不侵呢 啊这样啊 你俩一盖端上有个单子 大家怎么按着来 身后去蒙 你要趴我背后 各个单子合上 哎呀 放心 我没有一点歪的鞋的 如果我有一点歪的鞋的 千大不雷 他这三尊 你就别说这了 金武的老 徐良身后一杯 徐良带着他 回到石郡的家里 很容易就被救了 这家刀侯痛苦 徐良说这个地方 你们不能呆了 为什么呢 因为石郡现在是罪犯 虽说是背屈寒温 那也不行 你们赶紧走 哪怕去开封府 剪刀打人去上告 这都不在话下 那好啊 三哥你干嘛去啊 徐良说我干嘛去呢 我还得回开对方 我得闹一闹他 我倒要看着这个东方名是何无人言 再说徐良 门了门趁背后的金丝大门包 心想我要再这么去就没意思 干脆把那根吊子骨的衣服穿上吧 他包里头吊子骨的衣服 啪啪啪啪开往身上一喷 徐良 背背金丝大门包 鞋垮白布囊 白布囊里头都是各种的暗器 二次来到太西方 直接奔大殿 到大殿房上往下 一看 我里边落落 再看今天这位东方员外 浑身上下 呸红卧彩呀 怎么 一会儿入洞房 美 旁边有人吹点 是吧 恩里 这个小娘们儿 同意了吗 呵呵呵 同意不同意 到罗桥里头 也逃不出我这副纸衫 你们放心 早晚得同意 一会儿我又入洞房 来 干干 原来少喝点 一会儿又热的 啪啪啪啪啪 徐良心想先不闹你们 我先到内宅闹闹闹 直接问内宅 一下后边也热闹 全都是女眷 来的客人也带着媳妇啊 带着女眷家人来的 有那么三四十号 里边也是说话 聊天 谈天说地板 说什么都有 徐良大把门踹开 往里一蹦 嗷嗷嗷之叫 女眷的哪儿小 穿瞎子 呵呵呵 跟女眷没必要 费这么多口舌 很简单 徐良直接再奔前厅 这个时候到了前厅 往当月一张 奔奔去奔 一边奔徐良一边说 啊 啊 这一声 你多热感啊 啊 啊 就这一声 哗 啊 是财猫你了 呵呵呵 什麽说你了 啊 什麽回事 清清外边有人说话 啊 啊 公方牛啊 啊 你出来啊 啊 我来拿你来了 再看武林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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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塞大大空队,而且勇啊,真有气,炸出一艘冰铁大功,二三百千都奔掉 那是东方明的七身目标,也可死打 而这一奉,这一叫过来,东方明吓了一跳,一天看他是二江阳大道,海外敌贼 这个功夫,能不能看一叫四股出来 我担心,行行,我快了,我知道我没干个好事啊,大生的来那天就缺德了 我应该说这样就不对了,我怎么才出来了呢,你这事闹着 你,你是人还是鬼? 我不是鬼啊,我放了点,他也是没有问来,哪里来了,东方明吓你,就跟我走吧 我把这小门的吃饭的看 你,也不敢过去,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道路 别看徐良,这根吊瓷鬼的衣服真管用啊 身后这位赛罢王周正无信息 老爹,老爹,闪开,哪那么多鬼啊 有鬼又怎么着,要喝鬼,颜色也来又怎么着 徐皇大队行老几 嗯?王母娘这算什么呢? 来一个我收拾你哥,看他赛罢王的 说,大棍子来 这会儿徐良要再放就不行了,那就轮上了 徐良瞳眼一看,一大深沉场就这条大棍子来挂针了 像这都不用打,拿着棍子就那本轮 你是不是人到不了跟前 徐良那个公子是苏醒,你如果瞧,站起一个桥子 这一伸手,弄下了 徐良按武术,他有武打的 别看是诙谐,他也是有套路的 这个东方明那是什么身份 无夭工作,拿眼一看 这就是人装的 你要鬼会这种工作吗 这个工作可不错呀 你说,小心着点 这是人装的,来往哪个汉口 说徐良打他费劲吗 各位,费量劲 为什么是 不能说,徐良是犯罪力大,深沉,有气力 一律相识会,深大力亏 相比较之下,徐良就流了费劲 他就躲着了 但是徐良很灰蟹,他知道怎么拉开着 我记得,围着这个忠正直转 身法也快撒,来回这么一转 忠正拿着这棍子 关起来 前头左右,全是徐良 刚开始还能看得清,包子还看不清啊 好的,徐良 前面叫死滚,后面叫死滚 左右四面,哪个全是叫死滚 哪个是真的,他要拥了 哪个棍子 刚开始还能轮 后来脑子都溜泡了 行,说我到底轮哪个 徐良,看着这个破练,往前一根底 惨了,金四大罗都轻强了 丽屁华山,后砍了一把鞋叉 狂通堂了 死尸哉口,血滚鸣 虽然打遍小子穿白鸽 在这儿把吊四国人衣服一脱 人家已经失货了,你还穿着呢,没有衣服 吊四国人衣服脱完,跌倒了 背后一背,一晃,金四大罗都挖了 只想 这一露出本来有面貌 各位,东方明湖外旁 一看白眼没为记号 呀,钱就一黑了 坏了 这太岁方道更恰了 我听人说 徐良到哪儿,哪儿倒门呀 这,这是徐良吧 我问问吧 听说徐良多的多的能耐 到哪儿哪儿,灭到哪儿哪儿平的 谁也打不错 刚才看白了,真不是徐良多的 这么一个人 当时白眼没 臭鬼,你可是徐良啊 我就是徐良啊 东方明啊,你是胡作非为啊 是 胡作非为 徐良,你也无胡黑,有没有王法 啊,你也跟我提王法 啊,东方明我问的你 强强美女,你也有没有王法 这一说这话,真都是有良心啊 东方明无言以罪 哎,打 没话说了,打 能倒过来也会动徐良 可真有能力 三十个早呢 丫头的东方明就要怪在徐良的当下 徐良恨不懂 心说这一种人活在事上 这不还有好人活得倒过来 这有5060号贼人啊 这贼一句为了 啊zysta个 洗澡这口精打ılı 都给他耍开了 那就是暗胀死 碰到王爐 但是节目 一个好铁能捏几根钉呢 一只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的 徐良虽说吃了一点干脆 但是背着十俊回家费体力 背一大活人再到太岁方 就几牡丹 背着再回来又费一次体力 再走这是多少怕 徐良也是人 在这个阶段没吃没喝 丢点儿定乎就在 山西殿就感觉手揪这种金丝大魂包 有点儿发沉 你别看没吃没喝 但是徐良尿了胖胖 什么时候尿呢 就完金牡丹再回来的时候 山西殿尿急 说他读书嘛 侠客还尿尿 那多辛苦 侠客也是人的 在人家死门外的胡吐里头 徐良尿了一刀尿 对着胡吐尿 你说你冲着枪心讲尿的好 徐良套灰蟹 撒尿也玩着尿 冲着胡吐尿 这儿有一个伏笔 什么伏笔为什么要交代 口门书有用 徐良灰蟹吃灰 他冲着胡吐里边 有大胡吐尿 啊 飞出来那块石头 徐良闪身躲得开了 给尿吃下眉了 徐良进去再找人 没有 不知道谁让的石头 你可记住这个伏笔 光撒汤尿不管用了 他不是吃饭 这会儿就感觉这种青丝大魂了 压滑了 徐良什么时候感觉到压滑了 这会儿 今天感觉到城 浑身上下的石头 琵琶硬角热喊着他 玩这劲儿 人人是越来越多 徐良哥人一个心下 骂了 白菊花没拿着 我才娘子要不一位 我锁在这个地方 你说问冠军 金凤零准提四个都闹了 没想到他都死在开随风里 这都要了千名 望天爷呀 谁来救救徐良呢 徐良没喊着求救的话 今天可出了头了 望天爷呀 谁救救徐良 他也是说出来的 这就把我都给乐了 哎呀徐良 谁能救你呀 你一个人到我们太岁 帮来一声 冰死无辜 夹ward准 Name 杀 徐良ACT 完了 废死不可 啊 啊 把人家和秀卿房上有人说话 房东别急 我来救你 啊啊啊啊啊啊 天天下雨了 我看他谁来救我 徐良一看房上占有一个人 没把徐良给气死 谁呀开风服 口号大饭虫 臭了我的风温 又来了村子的 我家咱们都还得救着你 咱俩全撂着了 还有没有人哪 花又干了 就看东西南北四年八方 房闪四个鸡脚 蹭蹭蹭蹭蹭蹭 蹦着那几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往房闪站 好家伙丑的丑 君的君 刚的到外来 胖的胖瘦的瘦 屈良眼睛是真快 拿眼睛一扫就看出来 正房锅站着一个人 谁 小狭眼 省中归人 这边给了一个大鱼 偏尾寒天井 这边里面专注白鱼声 内从粉子的乌针 再加上这位臭豆腾渊大饭桶 还有南峡 赶招 赶村飞 双瞎 丁 赵兰 丁 赵贵 准备 群群一道 和大鸟 太孙八 好